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神子牌的字不清晰 刚刚从组宝的时候 古墨古迹建议我们翻新的灵牌 在过去三十多年以来 古墨古迹办事处和元朗平山邓族 合作无间保育和推广古迹 到了1993年的时候 我们得到平山邓族的支持 在平山设立香港第一条文物径 近年在他们的支持之下 亦都将仁敦江书身和达德公所 列为法定古迹 纳入平山文物径内 在2023年邓族完成了修编 平山邓族族谱之后 我们合作举办工作坊 超过七十位文物之友 在文物復修专家的指导之下 第一次学习和亲自落手落脚 復修平山邓族宗旨和余桥二公尺 超过310个目主 今次的修复工作是包括清洁 沥 nervous 因为它的顏色已经消失了 所以要跟村代表方面商討 甚麼顏色是他們最適合的 達到一個共識才游上去 其實最大困難是工作環境 因為夏天相當熱 貼金方面因為它不是普通貼金 包括一些字和一個很幼的邊 當邊很幼的時候 它的金箔就很幼 是比較難處理的 我是通過參加民物之友的活動 了解到你們有這樣的安排 於是就報名參加 有機會今天做這樣的復收工作 香港這個城市當然發展得很快 但是應該要擺放一些很重要的時間精神 去做保育工作 雖然可能是很初級的修復的層次 但是你會知道其實裏面有甚麼步驟 需要做的事 要花費多少的心血 才可以成就到這件事 我們這些導師 又不會論識他們自己所學的東西 教我們要怎樣處理 我覺得是真的文物復收 我覺得這是比較高層次的一個活動 所以我覺得自己很開心 感受量多了 因為現在整個平山 你看看那些靈牌多精神 當然開心了 我們每年都會穿件新衣服 穿件舊衣服 修飾之後 你覺得祠堂 臣位 活人一身 我們都覺得是有光榮的 有開心的 我們期望和平山鄧族繼續緊密合作 舉辦更多有意義的文物教育 和推廣活動 加強公眾對中華文化 和文化遺產的認識和興趣 粉絲 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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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